望线之位因我在 第三十集 制作孔明灯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云深不知处早已不止的喜庆无比 彼之仙都大典有过之而无不及 断葬岗也被花城派人修整好了 虽然还是阴气沉沉的 但上山的道路上 全部挂上了红灯楼 山上也修建了一些屋子 看起来很是不错 花城还特意带了温情 婆婆等人出现在乱葬岗 只为了让魏无羡开心 云深不知处人人喜笑颜开 乱葬岗上的鬼也都笑咪咪的 八月十五 中秋佳节 由于明日就是先都蓝望鸡和魏无羡的成婚大典 蓝望鸡等人决定让仙门百家提前一天到云深不知处 大家一起过中秋 蓝望鸡还邀请了花城 谢灵和黑水沉舟贺旋 冒失出蓝望鸡睁开了眼 魏无羡还枕在她的胸前 沉沉地睡着 似是做了什么好梦 她的脸上笑容满面 蓝望鸡不想打扰她 给蓝思追传了简讯后 就继续闭上眼睛 又过了一个时辰 魏无羡的头轻轻动了动 睁开了眼 发现自己又压在蓝望鸡的身上 有点不解地问 蓝湛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每次都是压在你身上的 明明睡前我都是躺得好好的 除了手抱着你以外 并没有这样呀 蓝望鸡听着她的疑惑 微微一笑 说了一声 傻瓜 魏无羡顿时就不高兴了 气鼓鼓地说 蓝湛 你怎么一大早就骂我傻呀 你这样我可要生气了 蓝望鸡宠溺地亲了亲她的额头 没有骂 就是觉得你很可爱 好了 起床了 今天可是中秋 你之前不是答应阿怨他们 中秋要带他们放孔明灯的吗 他们估计昨晚就盼着了 魏无羡 这么早吗 孔明灯是晚上才放的 下午做也来得及吧 蓝望鸡又忘了 你这界限呀 也不知哪天会不会也把我忘了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 今天仙门百家都会来蓝石过中秋 下午估计他们都要到了 那些孩子可没时间再做灯了 魏无羡恍然大悟 黑黑一笑 伸手拿过衣服穿着 说蓝湛 那我们快起来吧 说到底我每天起这么晚还是怪你 你要是晚上少折腾我 让我早点睡 那我估计也能卯时就起来了 蓝望鸡 晨时起床也不晚 没人会管我们的 魏无羡无语 蓝湛 你就不会说以后不折腾我了 会让我早点睡吗 蓝望鸡温柔一下 摸了摸她的头 说 魏英不可 天天就是天天 哼 教场上 蓝室的一众弟子早已等候多时 蓝锦仪 思追 魏前辈不会不来了吧 众弟子 对呀对呀 思追师兄 魏前辈不会忘记了 不带我们放灯了吧 已经四十了 再过一会儿估计就要有仙门到了 到时候我们就没时间坐灯了 蓝思追 好了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爹地一向都是晨时以后才起床的 现在估计还在用早饭吧 他肯定不会忘记的 或许说不定爹地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还是阿月好 你们这些小朋友呀 一个个太着急了 这耐心可不行 看来以后还是要让你们多抄抄家规尽心 一道笑意盈盈的声音传来 众弟子的脸上喜笑颜开 蓝锦衣 魏前辈 明明是你太爱赖床 这都已经四十多了 魏无羡 你这小孩 为什么时候赖床了 蓝战 你看看 你们这是怎么教的 蓝忘记声音清冷 蓝锦衣 家归失变 听到魏无羡叫蓝忘记的名字 蓝锦衣就知道完了 他又坐死了 身旁的蓝丝锥也是被他这种屡屡做死的表现无奈 蓝锦衣 是 韩光君 魏无羡 蓝战 今天中秋 不用乏了 蓝忘记 好 你开心就好 蓝锦衣瞬间开心 谢谢魏前辈 谢谢韩光君 蓝丝锥 父亲 爹爹 众弟子 韩光君 魏前辈 教场上放着很多的竹条和宣纸 魏无羡和蓝忘记 带着众弟子 一起制作孔明灯 半个时辰后 一个个孔明灯出现在教场上 只剩下灯有没有放 留着天黑再放 魏无羡 蓝战 我还给你画几只兔子怎么样 蓝忘记 好 提笔 不一会儿 两只生动活泼的小兔子 出现在孔明灯上 一只黑兔 一只白兔 蓝忘记望着他们 嘴角上扬 眼神温柔 魏兄 你们还真是悠闲呀 我们早起就赶路 一路风尘仆仆 你们竟然带着小朋友在做灯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呀 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 魏无羡等人扭头 就看到了一身灰衣的聂怀桑 和一身紫色酒瓣联宗主服的江城 以及一身金星血浪袍的金灵 江城 聂怀桑 仙渡 金灵 仙渡 大舅舅 魏无羡 聂兄 江城 金灵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我们天黑要放灯 你们参加的话就赶紧做 东西都在那边 金灵 你们去和阿苑 锦衣他们一起吧 你们小朋友一起玩得来 金灵 是 大舅舅 聂怀桑笑道 魏兄 不是我说 他们这些小朋友 估计都愿意和你一起玩 被嫌弃的应该是我 仙渡和江宗主 魏无羡 哈哈哈哈 聂兄呀 这个你们羡慕不来 谁让他们就喜欢我呢 可以 seeing ya 水 水 水